我是Leslie 请听我的超越Beyond的故事 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我是Leslie 你好吗? 开始要过正常生活 社会上也开始陆续 慢慢有秩序地恢复正常的运作 希望我们一起去适应 要不然我常常留在家里抗疫 都很闷,不过都可以继续听我的音乐去解闷 今集我们是继续回顾还是推介好 有时候我觉得不是回顾那么简单 我觉得是推介 因为有些听众很年轻 没有听过80年代的乐队 或者没有深入去研究过 我们上次第一集有介绍《太極》 第二集就介绍《大明一派》 第三集就是这一集的我们介绍《Radist》 讲一些消虚的资料背景给大家听 成立在1986年 以原创作品《吸烟的女人》 参加《亚太刘云歌曲》创造大赛 香港区决赛 那就得到亚军 就顺利加入乐坛 那时就流行比赛加入 从而进军乐坛 但是很有趣的 不知道你没有遗疑一件事 不是得到冠军 才可以扶摇直上 其实有时候 亚军甚至会落選了 都可以的 就是当年的《香港小姐》 那些比赛都是这样的 钟楚雄 又或者其他 《Radist》两位成员 负责作曲編曲就是王耀光 唱的就是陈德章 还有第三位成员 第三位成员 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 林直先生 很多人都会觉得 他们三位成员 一起去 铁三个组成《Radist》 那刚才所说 《吸烟的女人》 林直填词的 《Radist》的作品 深受80年代英伦电子音乐影响 即是 類似 Europe Breed 類似是那种 穿上旋律的节奏感 有大家熟悉的 比如说 《吸烟的女人》 有《传说》 有《傾心》 《傾心》 不是林直填词 《傾心》 是王海琴填词 还有《变人的歌》 《变人的歌》 尤其是当时 一些 例如去开放 唱人家的歌 去找食的歌手 他们的心声 还有 《会有老人的都市》 等等 那 到最后 出了一两张唱片 之后 跟一般的 band 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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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都说 是一样 音乐风格不同 那 我说是 是 那 宣布解散了 出到《路人的都市》 今集我们 第一首歌 我们先听哪一首 不如我先讲一讲 第一集我们 有播出林直的作品 还记得吗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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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隧道 最后有一个环节 《世代传承》的环节 播出了Color 那这一集 播出哪首歌呢 不如我先讲讲 《吸烟的女人》 《吸烟的女人》很特别 一开始 我听的时候 太小了 我真的不太明白 林直先生 去填那个寓意的 但是 其实 听真一点 寓意很深重 其实 不是主角 不是女人 其实是她的动作 她的意识形态 比如 她里面有提及 这个女孩 一早已习惯 将 《吸烟》 不停地去农释 那 这个女孩 不想去习惯 不想去习惯什么 看着她的命运 不停地去转弯 不停地拼命循环 一个Circular 好像不是良性循环 好像是恶性循环 但是 这个女孩 仍然不断去开车 因为她一心想遇到 可以 遇到什么 可以 遇到变化的街 还是要没有路牌的街 令人好像想起 是不是被困起 雀龙一只仔 很想去飞 好像 阿菲政治院 张国荣 那个角色 那个样子 那样 常常都 疼啊张国荣 你是不是想去飞 就是想 是不是 主人翁这个女孩 只想 重获自由 另外一首歌 真的不得不提 林价 所以想 是新的 历作 掃他的 個人身家 串说 我第一次听 我很愕然 第一次听 因为真的 猜不到 会用 吹些打的方式 去做intel 亦是將一些典故 紙差記和戴女花的典故 融入那首歌當中是電子流行音樂元素 當中還有急口令 一直看著歌詞才知道 你到底在唱什麼才知道 但是唱什麼呢? 我們不如聽聽 又是有很深的寓意 作詞・作曲・編曲・編曲 李宗盛 曲 編曲 李宗盛 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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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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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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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